好,各位大家好,就去到2014年的E2A题了 这条题目其实就真的没什么特别的 当中主要是想问生物累积的问题 因为其实都开中名义看那个杀虫剂 落到滋溶性的杀虫剂究竟是淡水虾里面的死亡率 第一样东西看的时候很多时候做应用生体学 又或者E1动物的人类的生理学的时候 有时候看资料的单位 那些单位这里就显示一个微黑的 这个是microgram 当然有很多单位如果你是没有读CAM 没有读Physics的话,你读By All的话 其实你都没见过的 不过都不要紧要,记住一件事 其实很多单位你都可能未必见过的 不要紧要,你只要知道 其实你读CAM就OK了 其实一个Liter里面 一个容量里面 究竟有多少重量的那种物质 你要读看单位就可以了 但是我相信单位里面背后的意思 其实大家基本上都不用细致去留意 当平常题目这样做就可以了 他就说实验就是在24小时里面 其实放了很多不同剂量的有滋溶性的杀虫剂 那就看看淡水虫的死亡率 那A题里面,第一题里面 他就问你,有两种杀虫剂 A和B 那如果杀了50%的虫的话 究竟B和A的剂量是多少呢 那如果要杀50%的虫 如果你用B的话 就会用27mg per liter的B的实虫剂 而A的话就42 不过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 记得写单位而已 因为很多时候同学做这些题目的时候 就漏了单位的重要性 那对A的题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记住是单位而已 好了,接着就去到第二题了 那第二题里面,其实想问些什么呢? 那就是推断哪一种杀虫剂的毒性是较强的 如果是针对那个毒性的话 已经告诉你了 其实大家都是死50%的情况之下 其实B用了少剂量的 所以如果用得多剂量的话 那其实例如大家一起用42的话 那你就会见到B的威力去到90% 明白的,大家明白的 但是如何去表达呢? 好了,用一个标准 用50作为这个标准 那如果大家都是死50%的探瑞虫的情况之下 B用得少 那就是告诉你 其实那个毒性是很强的 OK? 我们是会这样回答的 拿着一个标准先 OK? 因为题目已经告诉你 是A题里面 就告诉你 杀50%的虫剂 要拿回这个标准去看 原来如果B用的浓度较低的话 较低于A的话 那就是告诉你 那个毒性就会越强 那那个想法就是这样 OK? 所以基本上 同学都没什么问题 OK? 但是我相信 写那个解释的时候 记得拿那个标准 就是告诉你 就是 杀死50%的虫 那B因为用的剂量是少的 那浓度是低于A的 所以那个毒性 B会较强一点 明白 这个Logic就已经OK的了 那接着呢 就去到第二题了 就不关于表示了 基本上 OK? 好了 这个进一步的研究 那首先第一样东西呢 分别呢 就拿同一款虫 控制变行 大家一样 OK? 分别呢 A和B都是用 5μg per liter 一些A和B的浓度的撒虫剂 OK? 然后呢 四天之后呢 最后呢 去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呢 那些生物体的组织里面呢 如果是那些 淡水虫呢 浸在 浸在 这个 的撒虫剂 A的话呢 它身体的组织里面 可以找到 50 的 随意单位 我这么说 浓度 那个的撒虫剂 A OK? 而B的呢 就是80个 微黑 per liter 的撒虫剂 B 那么呢 现在题目就问回你了 为什么B的 那个 的撒虫剂 那个浓度 会较A为高呢 在身体组织里面 那么其实呢 这个题目呢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都是翻炒 很standard的题目 你要掌握到呢 其实不同的撒虫剂呢 有不同的性质的 而那些性质 B那种呢 容易吸收 进入了身体组织的话呢 是难以排泄 难以代謝 和难以分解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回答那个 的撒虫剂里面 根据它的性质 然后根据身体的状况里面 作答 这些呢 就是问E2里面 是常问的一些standard答案 过去的历界试题里面 其实呢 都有这样问过 所以这里呢 大家要认知 OK? 好了 接着就问回你 在实验的部分里面 为什么只是用5个的 微黑的一些的撒虫剂呢 不用高剂量呢 其实就是make sure 在4日里面 其实确保那些虾 在整个4日里面 它不会死亡 OK? 因为如果你是死亡了 例如 我是用100只虾的 那我肯是期望那4日里面 那100只虾能够存活到 但是如果你死亡了的话 可能你真正做实验的时候 计数又比较麻烦一点 OK? 也都这样说 希望呢 5%的撒虫剂呢 不会影响到实验结果 因为我们主要想研究 A和B 在5%的情况之下 OK? 所以当我们选择剂量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哪个剂量去做实验呢 我们会选择头那一部分做实验 我们不会选择可能27 42 我们会更加头那一部分 因为你好明显看到 死亡率是低的 OK? 所以你看到 其实答题的想法是什么呢 根据应变项 记住应变项去作答那条题目 为什么用5个浓度的一个 杀虫剂就是这样 OK? 好了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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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到下面了 下面那条3分的题目了 这条3分的题目呢 其实呢 就找到你生态学里面的要点的 他就提及过呢 其实他想探究一下呢 这个草食性的鱼 和肉食性的鱼 身体组织里面呢 A那种的 杀虫剂的浓度 然后进行一个实地的实验 OK? 接着呢 就问你一件事 其实这两类鱼里面呢 如果看回杀虫剂的浓度来说呢 其实差异是怎样 叫你加以解释 那其实当然是有差异 首先用生态学里面的角度来说 其实草食性的鱼 和肉食性的鱼 它们的身体里面的 杀虫剂A的浓度 肉食性是高一点的 草食性是低一点的 较高和较低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 用生态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食性层次 肉食性的鱼是高的 草食性的鱼是低的 那就是反映什么信息呢 就好像反映第三点 就是草食性的鱼 和肉食性的鱼的分别就是 草食性的鱼前面 其实草食性的鱼 主要是吃生产者的 但是如果你是肉食性的鱼 的话呢 就会进食草食性的鱼 所以食性层次很明显 如果你从层次来说 这个是一级 跟着草食性的鱼是二级 而肉食性的鱼是三级 而肉食性的鱼 是会进食草食性的鱼 靠这个摄食 所以其实 杀虫剂A 就会沿着食物鱼去累积 所以去到最后 肉食性鱼的 杀虫剂A的鱼 但是当中里面 如果你想拿到 满分 拿到高分 一些字词的混用 大家一定要掌握得清楚 例如 排泄 代謝 分解 这些字眼 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 那个作答的技巧里面 拿一条线去比较 那个推量 和这里 讲的应变项里面 想法是什么 是根据应变项去选择 做实验的时候 究竟下多少剂 就是这条题目里面 背后里面 你学会的要点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助大家 解释到 2014年 E2A的题目里面 作答的技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